我们刚才提到了包括了史丹佛大学 已经Google变成他们的一个金基姆了 那包括了MIT吗 审理工学院相当成功的例子 这种成功的例子 台湾的企业有可不可能套用这样的模式呢 信联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模式成长出来的 那我一直在想说 其实在学校里面研究单位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大 跟企业这个中间有一个蛮大的gap 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产学案 大家可以把这个gap缩短 是 那所有学校里面的这些energy 可以帮助企业走得更长 那它的技术也可以看得更远 那回来的话对于老师们教授们 他在做research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研究focus在 跟产业的脉动更相近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看到政府这几年 其实也在做一些平台的鼓励 那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继续往下 而且持续的投资 这不管对学界对企业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案 而且他这个的投资报酬率在我们不要看一年两年 在十年后对台湾一定是最好的 其实刚刚看从以前的制造端的创新 现在再提升到研发甚至品牌的创新 我们在看品牌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产品 那你一定要有很深的技术 以IT产业来讲 你的品牌必须based在非常深 非常好的技术跟产品上 才能够有机会谈品牌 不然你做的所有的行销 只是让人家看到你的产品不好 那其实都是在浪费 所以回来是说 我们的技术够好 我们的产品要好的时候 回来是怎么样打入国际的行销通路 这一点其实目前台湾 还是相对弱一点的 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 就说其实台湾有这么棒的 工程师的base 那如果让这样子的一个 Talent pool 人才库 能够再加入行销的这种活力的话 让大家除了技术好 还要能把你的技术说故事 说是一个好故事出来的话 这个可以让所有的技术 可以再加成两倍三倍的value 都可以加成得到 像你们每分每秒都要有新的脑力激荡出来 训练你们怎么样培养这些发明家 或者你们员工的创造能力 你们怎么样去营造这样一个气氛 其实我觉得说很多 台湾常常整个的教育的过程也好 工作的过程也好 常常会有个框框 那当我们在讲创意 我们在讲这个品牌 其实我们常常做很多的活动 都是希望把框框打掉 比如说 那我们想了很多小小小小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每一年让大家自己装潢 他自己的办公室 每一年让员工自己装潢办公室 只要不违反善良风俗习惯 你爱怎么做都可以 那他要有个主题 主题完了他自己去发想 然后一个teamwork把它完成 还有比赛 有没有让你比较惊艳的一些主题 有有有 每一年的第一名真的是很有创意 像今年的第一名 我也是投他第一名 他我们是IT部门 我们的IT部门 他做前他就是一个 他叫做是同仁堂 因为他IT很多 大家有问题都会打电话 所以他这个是马上办中心 然后同仁堂给大家吃药 帮你移电脑的病 然后就做成是一个同仁堂医院 就这种创意就让大家不要有框框 那我们在提pattern 我们鼓励大家提pattern专利 那觉得其实这个是很乳听 大家都做的事情 那我们想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说你提pattern喝红酒 提一次pattern的prue过了 我们就送红酒 那尽量让各式好玩的东西 跟你的工作能够结合起来 也许我们在讲说英雄是英雄 其实是好的人才 介绍好的人才进来 那我们也把它包装成是一个 很好玩很有创意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介绍 你有一张resume介绍进来 我们就送你一个娃娃 你十个娃娃就可以换一个monitor 一斤这个显示器 所以让大家觉得这样的活动 对公司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之外 对大家也觉得参与这个活动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就不要把它太严肃 然后就是让他自己可以 发想出他自己的创意 没有错 训练怎么做的总经理 或者是说未来你们希望你们怎么做 能够让这个鸿沟越来越窄 甚至于到最后能够变成一个桥梁 其实这是两方面的 常常企业跟学校合作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学校应该提供什么 应该提供什么 其实对企业来讲 当你在跟学校研究机关合作 你不应该要想说 我今天跟学校合作 我钱投资下去 我应该project结束了 我拿到的成果 我明天可以卖 其实学校还是研究单位 它的主要目标还是研究 那就回来说 像我们在跟学校合作 研究单位合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大概七年前 就在合作MPAC4 七年前那个时候 MPAC4大概很少人听过 到现在MPAC4很popular 我们大概四年前开始合作MPAC7 我们现在又再开始合作的是 一些更往前的 一些我们所谓的magic technology 在往前走 对企业来讲 你绝对不要把一年之内 你想卖的东西让学校去做 对教授来讲 我觉得就不是一个win-win 如果因为像我们在全球 跟所有大厂谈 谈完之后 我们也收集很多很多世界的讯息 这个是对教授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有value的一个input 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 当然要加入自己的一些判断 那我们觉得未来应该这样走 那这些东西是在 我们也觉得说 这两年之内应该是 不可能马上你就要到市场上去买 去行销的 可是我们觉得 这跟我们所谓的core technology 非常非常相关 所以我们跟学校的合作 其实是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 一定要win-win 对我们的win是说 我们看到了未来 那这些未来 我们让学校的资源 能够帮我们的未来 做一些facibility 那对学校来讲 研究机关 他这种长远的未来 跟他写paper 一点都没有到 死亡之骨的疑虑 所以这样子大家 其实在整个合作下来 都还算蛮好的 是一个加成的效果 看到了未来